今天和大家回顾40-60届武神坛之豪强林立 在1-40届武神坛之战的比赛中 呈现出的是乱世纷争的景象 每个玩家都想为服务器争夺武神坛手冠 随着玩家们对特技的研究 装备的配置 召唤兽的取舍 战术的定制 依旧不断的探索 挖掘 执行 比赛的观赏性也越来越精彩 在40-60届武神坛之战中 由四个服务器的服战队 从豪强中脱颖而出 他们分别是明秀元 朱子方 乌苏城 以及德阳文庙 苏德定律 君子协议 归宿宝宝拉A A拉B B拉C C出宝宝等经典战役和战术 都在这个时期产生 说起明秀元 大家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双方寸 这个标志性的战术 让明秀元在豪强纷争的年代杀出重围 站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第44-45届武神坛之战 成功未免两连贯 让全梦幻都知道 在武神坛有朱子方 乌苏城 有德阳文庙 还有明秀元 第44届武神坛之战 明秀元以全胜的成绩 战胜珍宝阁 朱子方等豪强 获得冠军 他们在服战中率先启用了双方寸 加华生 加大唐官府 加摩天公的阵容 在那个阶段 明秀元每次的服战比赛 都非常暴力 大部分比赛都是快速解决对手 两个高速方寸山 直接失心服控制 大唐官府和摩天公 负责点杀制造倒地单位 点杀之后 摩天公配合法宝宝 无限控尸体 一整套打法 可谓是行鱼流水 观赏性也极高 明秀元内虽然有内战 这也促进了队伍的凝聚力 也丰富了自己的战斗经验 这是明秀元的巅峰时期 明秀元的成绩蒸蒸日上 因此44到45届武神坛之战 明秀元未免成功 在这两届武神坛之战中 他们一共进行了18场比赛 取得了17胜1平的成绩 足以傲视群雄 此外 明秀元服战队 还提出过不少战术理论 并在比赛中取得成功 归宿宝宝拉A A拉B B拉C C出宝宝 开创了三方寸睡沙战术 和三摩天宫的暴力打法 团队的摩天宫 复战鼎盛时期的灵魂人物 梦幻西游电脑版 一个时代的标杆性人物 早在36届武神坛之战中 朱子芳就夺得了服务器的武神坛手冠 朱子芳应该是豪强林立中 最稳定的一个 虽然他在豪强林立时期只夺得了两次冠军 但每一届的成绩都比较出色 42届甲组冠军 43届甲组亚军 44届甲组亚军 45届甲组军 46届甲组军 50届仪组冠军 51届甲组亚军 这都是朱子芳服战队努力的成果 正当42届武神坛赛事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当系统刷出新一轮对战表时 世界上一片口袋的表情 谁也没有想到 这场雄狮与蒙古的巅峰对决 会提早上演 朱子芳与姑租成之前就有过激烈的碰撞 双方都是彼此器重的对手 并定下传说中的君子协议 所谓君子协议就是说 两支队伍一旦对垒 提前告诉对方出什么阵容以及阵法 这样的好处在于 避免了对战前双方互相揣测队伍的配置和阵型 在药品携带 变身卡使用上也会更有针对性 在双方实力相近的情况下 战局也往往更加精彩 双方在43届武神坛 巴金斯的比赛中亦是如此 在42届武神坛之战决赛中 朱子芳以风天宫加方寸加武装 加大堂官府加魔王寨的五辅助阵容出战 利用三个封系实现极限控制 两个攻击点上演暴力点杀 仅仅不到20回合 就把对手斩于马下 再次登上武神坛之巅 这也被称为三封暴力打法 是朱子芳独树一帜的打法 豪强临历时期 姑苏成顺利拿下了第38 40 46 武十届武神坛的四次冠军 是梦幻最早获得四冠的服务器 姑苏成是第38届武神坛之战崛起的新星 之后双风三暴力队打法 叱咤武神坛 他们擅长逆境掌控 劣势逆转 多次打出精彩经典的比赛 除了和朱子芳的君子协议 还有苏德定律也是让人津津乐道 苏德定律就是 姑苏成夺下冠军后 下一届就是德阳文庙夺冠 这个规律在38到39 40到41 46到47届武神坛之中多次出现 让人回忆最深的当属苏德大战 在46届武神坛决赛 姑苏成对战德阳文庙 姑苏成引女儿村 方寸山 化生寺 大唐官府 魔王寨 迎战德阳文庙 方寸山 地府 大唐官府 石托里 魔王寨 双风双宫和三宫暴力流的对碰 比赛开始就是暴力对攻 双方首回合护点队长成功后 后续双方不是在点杀就是在点杀的路上 且在大死亡宝宝频繁互拍下 双方场上五人被大死亡命中 第二十一回合 姑苏成凭借大唐横扫 加法系说出 将德阳文庙的方寸点至残血 二十二回合 姑苏成女儿村利用一宿 用法宝捕刀 将德阳文庙的方寸山压倒在地 二十三回合 德阳文庙迅速组织反击 地府射魂姑苏成魔王寨 大唐用横扫千军 加石托里的连环击点杀成功 双方大死亡倒地人数一比一 但双风速度在手的姑苏成 岂会归缩防守 方寸失魂命中德阳文庙的石托里 姑苏成大唐横扫千军 点杀石托里成功 随着比赛的推进 姑苏成凭借双风的控制 以及有化生寺的回复 双输出不断击杀德阳文庙的人物单位 对于没有回复的德阳文庙来说 一旦陷入劣势 就很难扭转局面 最终姑苏成战胜了德阳文庙 登顶成功 不过真正是苏德大战家喻户晓的 是第五十届五神坛决赛 这场号称四大豪门谢幕战 史上最经典的决赛 这场决赛 姑苏成依然以女儿村 方寸山 化生寺 大唐官府 魔王寨迎战 德阳文庙以化生寺 地府 大唐官府 石托里 魔王寨出战 还是暴力最终 德阳文庙开局便利用小死亡 点到姑苏成的女儿村 为这场决赛点燃了暴力的火焰 但第二回合 姑苏成的宝宝大死亡命中 德阳文庙的石托里 随后 方寸山施魁服命中石托里 大唐官府横扫千军 配合魔王寨的三妹真火 引杀石托里成功 双方完美地诠释了暴力美学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大战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战局持续到第七十七回合 双方的血量和药品都捉襟见底 姑苏成的化生寺 拉出一只龟宿隐身鬼将 随后 德阳文庙的石托里 应急飞出爆炸灭伤 配合魔王寨的群苗 让姑苏成遭受了毁灭性的面伤 场上仅剩女儿村 以及一只龟宿隐身鬼将 但正是这只鬼将 让姑苏成开启了翻盘之路 第七十八回合 姑苏成女儿村补宠 德阳文庙选择拉起人物单位 以及补充孩子 做好施战的准备 而姑苏成的鬼将拉起化生寺 化生寺人拉起魔王寨 魔王寨群苗直接造成三杀 德阳文庙的双辅助 以及大唐倒闭 从此刻开始 姑苏成逐渐把人物拉起 补充宝宝 将局面重新把控在自己手中 最终历经八十八回合 姑苏成成功战胜德阳文庙 赢得苏德大战的终极之战 这一场决赛的录像 永远值得你收藏 在此战过后 姑苏成复战队 在五十一届武神滩之后 开启了长期的修整 苏德大战成为了历史 苏德大战的另一位主角 就是德阳文庙 德阳文庙有着无数的粉丝 甚至是承载着 众多梦幻玩家的武神坛梦想 他们的受关注度 堪比后来的百花村 德阳文庙被一风一辅助 一发双雾里的三暴力战术 也在实践的过程中 将细节做得更加完善 给广大梦幻玩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他们也很快 在第三十九届武神坛圆梦 德阳文庙以方寸 华生 大唐 施托岭 武王寨的一风一辅 三攻阵容 十二回合迅速战胜对手 创造了当时最快的 甲族武神坛决赛纪录 这也是苏德定律的开始 从三十八届武神坛 到四十一届武神坛 姑苏成和德阳文庙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双方交替夺冠 德阳文庙 在之后的武神坛之旅中 一发不可收拾的 又拿下了第四十七届 五十七届 五十八届的武神坛冠军 第四十七届武神坛决赛 还是三攻暴力流出战 用时十四回合 兵不确认地拿下了 武神坛冠军 尽管已经手握三冠 但德阳文庙的 魏冕之旅 还是历经磨难 一直到第五十七 五十八届武神坛 才实现了魏冕的梦想 其中第五十八届 武神坛决赛 以十六回合的速度战胜对手 再次演绎三攻速推打法 他们也是四大豪门中 能够坚持打武神坛最久的 复战团队 德阳文庙的三攻暴力流 朱子方的三封武辅助打法 明秀元的双方寸摩天弓烧双流 孤苏成的双封双点杀 与控制结合 都是各自流派的最优异者 豪强林立时期 梦幻西游电脑版武神坛战术 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而除了以上四个服务器之外 在豪强林立时期 同样存在着 其他的一些复战禁旅 如王府井 台州湾 月昂楼 慈光阁 大雁塔 和姆渡 青海湾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将和大家回顾 第六十到七十一届 武神坛之 新王崛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商务中 两支